我們今次的主題 青春 怎麼可以令到凌妝呢? 真的沒那麼殘 因為每天去開工和拍攝 其實很多層的東西都在臉上 其實做好準備是最好的 我會盡量足夠睡覺 喝多點水 還有我的秘訣 我喜歡用椰青油 這是椰青油 我會敷衣服 我敷衣服的時候 我就會用我的手打自己 這個我自己覺得 如果刺激皮膚多一點 它就可以吸收多一點 那些營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敷衣服的時候 用手機 或者用手按下去 我就是這樣打打打打打 那這次我們這些妝是比較 simple 有一個cushion 還有 這個也算是一個neutral的眼影 都蠻適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 那我們先打好這個bass 放這些products 好 我用這個bbcushion 去打個bass 我有一陣子會 我有一陣子會 我很趕那陣子 我就不會帶整個化妝袋出去 我只是帶一個cushion 不過一個bbcushion 真的很方便 可以一次過 它又有防曬 它又有保濕的 moisturizing properties 它又有顏色 全部冷的 都可以一個完成 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顏色是不是很貼 其實我看到它也有 brighten了我的膚色 真的 它令到我的皮膚 好像光澤了 好嗎 皮膚最美的時候 是glow的 就是有這個 在裡面 光出來的 我打算用這個eye shadow 可以double up as 一個blush 就是胭脂 因為其實很多 eye shadow的眼影 可以multi purpose 我看到有些人 在網上 還會挖一點點粉 出來 混一混 還可以變成 順顏色 也很厲害 那些網上 那些bgblogger 充手了一點 那我們blend blend 它出來 我就少用 日 即是daily makeup 我會少用contour 除了是上班上鏡 因為上鏡呢 有超過40個燈打下來 即是上面 前面 旁邊 有時候在台下 都打上來 那就要多些影 要不然整個面 會好像 blah 扁了 我現在要加 eye shadow 用這個 上學的學生 就不可以化妝 你當你是在上學 你不可以化妝 你要令到老師 發現不到你化妝 那你就過關了 那就ok了 那我加上這個橙色 看到嗎 都挺漂亮的 非常漂亮 不用太多 然後呢 我通常 我想弄到眼睛 很精靈 很energy 大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在下眼線 或者用一些肉色 或者 白一點的筆 類似這樣 因為它真的可以幫助你的眼睛 真的會好像大一點 當你的眼睛好像有很多 energy 自然你的人就會像年輕一點 炫耀 電影 敏 美成 盧 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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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成